保養廠老闆也被騙買10萬公里中古車 一查僅是37萬 身為一個保養廠老闆 怎麼會買中古車被騙啊 而且還逃不回來 開汽車保養廠的林姓男子 去年花25萬向許姓女子 買下現代二手小客車 車上里程表顯示里程處約10萬公里 成交後林楠隨即轉手 以25萬5000元賣給二手車商 沒想到一個多月後 車商表示經原廠診斷電腦判讀 實際里程數竟然高達37萬406公里 林楠認為賣家許女交易時隱秘不報 車廠差價10萬餘元 許女則拿出她的購買合約 說她是在2016年用42萬向前手買下這部車 看了一年多再賣給林楠 不知道有里程數不符的問題 而且她的車都知道林楠的廠保養 次數約5、6次 林楠還對她表示車況良好 高雄地院審理後認為 許女買這台二手車 一年多後再賣給林楠 看不出有任何不當得利情形 且林楠為導養廠負責任 具有相當車輛專業知識 如果連她在買車前都沒有查明里程數是否為真 如何能期待普通人許女能夠知道呢 靠林楠敗訴 東新聞綜合報導 欸 這我嗎 你們的看得到嗎 好像都看不到對不對 欸 你們要註冊囉 不然就看不到囉 看不到喔 想罵我也看不到囉 萬一都是女嘉人 想要看嗎 想要罵我嗎 想要留言罵我嗎 想要留言就看就罵我嗎 啊 來註冊吧 趕快喔 半身 半流就看不到啦 要罵我嗎 這樣也不用喔 要留言喔